1946年春,庄莱在重庆增加盐50号宴请了一家酒口人,等到大家都入座,庄莱突然朝贵州所在的西南方向跪下,眼含热泪地说道,是我没照顾好钱庄妃。 钱庄妃的妻子张振华顿时惊诧地说不出话来,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了,更不知道她去哪儿了,如今突然传来这样的噩耗,顿时情绪不能自已。 新中国成立后,毛主席说,李克农,钱庄妃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,如果不是他们,中央很多领导同志已经不在了。 那么,钱庄妃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功绩,获得毛主席,周总理如此高的评价呢? 一人挽救中国未来,周恩来,没有他,我们都死了。 让我们首先把时间拨回到1931年4月25日夜。 当时陈独秀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,在中共中央上海所在地上一事情。 正当他们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时候,门外负责警卫工作的地下党员送下来一封加急电报。 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,周恩来快速扫了眼电报内容,顿时神情大变。 电报很短,只有八个字,黎明有样,姥姥变威。 黎明,真名,顾顺章,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,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。 顾顺章早期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,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。 黎明有样,说明顾顺章已经叛变,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危在旦夕。 此时的周恩来表现出过人的胆识,他果断分析了当下的情况,安排与会的各级领导人快速永续地撤离,并在一天之内将中共中央和各地的秘密机关全部转移,保证了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安全。 风波平息后,周恩来感慨地说,如果不是钱壮飞,我们都死了。 钱壮飞,正是危难时刻发出绝密电报的那个人。 头身革命,龙潭三劫 1896年,钱壮飞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富商家庭,从小一世无忧,并且接受了西式教育。 然而到1912年,钱壮飞的父亲,商场受挫,窄台高筑,不堪压力,一名误户。 家道中落的钱壮飞只好自谋生路,到北京求学,并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, 张正华。 在钱壮飞最苦难的时候,张正华陪在他身边,并资助他,读完了大学。 毕业后的钱壮飞当了一名医生,找他看病的人落意不绝,他还进入了演艺圈,拍摄了电影。 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出现,他的生活会过得英实而平淡,中国也会少了一个出色的红色头工。 这个人就是张正华的弟弟张仙忠。 张仙忠是中共早期共产党员,经常到姐姐姐夫家里去,并不自觉地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。 在他的影响下,钱壮飞和张正华家属了中国共产党,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 1927年,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,身处北京的钱壮飞被北洋军阀通缉,被迫来到上海逃生活,并暗地里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 在组织的安排下,进行地下工作。 依次偶然的机会,他看到国民党在招无线电训练员,在组织的同意下,参加考试并被选中,打入了敌人内部。 在轩增手下做事,钱壮飞和轩增是同乡,钱壮飞投机所号将自己房子的前楼送给轩增的情妇居住,赢得了轩增的好感,出任轩增的私人秘书被视为左右手。 1929年,轩增走马上任,担任国民党党务调查课,中统的前身主任。 钱壮飞备受重用,先后介绍中共党员李克农、胡迪进入调查课。 三人联手传递出多份有价值的情报。 为助红军挫败国民党多次对苏区的围剿,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迪被党内人士称为龙坛三姐。 毛主席曾评价说,钱壮飞虽然是一个人,但他起到的作用足足能抵十个精锐士。 1931年4月,中央特科红队负责人顾顺章,护送张国焘到鳄语碗根据地工作。 回到武汉后,竟全然不顾组织纪律登台表演魔术赚钱,还和一些风尘女子交集花鬼混。 结果,被国民党特务抓了个正招。 没等国民党特务严刑考打,顾顺章自然叛变了。 他先是供出了武汉的中央秘密机关,同时出卖了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党领导人。 扬言三天内,将这些人一网打尽,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。 负责审问顾顺章的特务,看他交代得如此顺利,反而起了疑心。 在4月25日这一天,先后向蒋介石、陈立夫、徐恩曾发了六封特级密电,告知顾顺章归顺的事情,请求下一步命令。 恰好在这天晚上,徐恩曾打花花世界鬼混去了。 钱壮飞看到翻译电报后,震惊不已。 作为中央特科的成员,他知道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。 也知道,一旦传递出这份天字号情报,他将彻底暴露。 钱壮飞来不及多想,他立刻给李克农去电。 天亮已走,母病危,速转院。 钱壮飞还不放心,他交来自己的女婿留起夫,让他连夜赶赴上海,告诉中央,黎明叛变,将有大破坏。 做完这一切,钱壮飞撤离了南京,临走前给徐恩曾留下了一封信,说明两人身处不同立场,希望他走后不要拿自己的气而出气。 否则,将徐恩曾的丑闻公正于众。 第二天,徐恩曾来上班才知道情报泄露的消息,正是老乡见老乡,背后放了枪。 自己的秘书叛变,徐恩曾不敢伸张,就这样糊弄过去了。 随军长征,下落不明。 钱壮飞结束他虎穴卧底的革命生涯,辗转来到中央苏区,继续担任情报工作。 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开启长征之路,钱壮飞也在队伍名单中。 1935年1月,遵义会议后,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他神秘失踪了。 据开国中将欧阳义回忆,红军度过吴江后来到贵州西丰县附近。 第二天敌机来袭,部队分散隐蔽,敌机走后,部队重新集结。 仲来发现钱壮飞不在身边,立即命令欧阳义派兵寻找。 但当地森林茂密,扬长小道纵横交错,又有敌军前锥后堵,没有发现钱壮飞的下落。 红军打到延安后,才设法知道了钱壮飞的消息,原来当初他被土匪王去,就这样被杀害了。 没想到,这样一位传奇特工,就这样死在了肖小之手。 2009年,钱壮飞获平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。 他为党,为国,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伪计,将永远被后人铭记。